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纽约州众议员金对锡与社区人士宣布成立基金以帮助梁佳佳康复治疗和继续她的学业 对于从中国广州来美留学的16岁女生梁佳佳来说 去年12月18号早上突然很遭逮徒用力刀割伤面部和筋部 是她人生的一场噩梦 近一个月来的反复治疗留下了200针的伤心疤痕 以及难以恢复的心理阴影 远从家乡赶来的梁太太今天陪伴女儿出现在州众议员金对锡办公室 首次与社区和媒体见面 州众议员金对锡表示 她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探望和慰问身受重伤的梁佳佳 并愿意帮助她康复后返回家乡 但梁佳佳坚定地表示了要留在美国完成她的学习梦想 欠于发案歹徒尚维洛网 以及梁佳佳后续治疗和学习的需要 警队锡发起成立了支持梁佳佳基金 并呼吁社区团体和友谊人士捐助和帮助梁佳佳 完成她的治疗和学习梦想 帮助过许多有需要华人同胞的 华裔行动联盟主任陈嘉玲表示 希望这个基金能为梁佳佳的治疗和学习提供资助 我希望每个社会都可以与这里的支持 会继续作为每个社会都可以 到创众 你不需要区别人 要免得到把钱 你也可以免得到$20 到GoFundMe 导致一个帮助 但你也能够想起来 社区法律界人士刘汝华和Gary Park表示将提供无常服务 为梁家家申请罪案受害人签证 以保证梁家家继续在美治疗和学习的身份 另据警方掌握的讯息尚未落网的罪犯 日前留言表示称看错了行凶对象 周众议员金贵希遵述警方加紧破案 让行凶歹徒早日神之以法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